您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一名住在Sunnyville 担任软体工程师的华语男子彭先生 被人匿名恶意误辱 种族歧视 彭先生在四年前移居到湾区 一年前搬进他目前居住的社区 因为热衷公共事务 所以彭先生主动加入社区的HOA管理委员会 担任李诗 社区管理委员会召开线上会议 他也热忱发言 过程中彭先生因为看不懂部分委员使用的英文字母简写 提出疑问 请主持人说明 会议中并没有人对彭先生的问题提出异议 也没有发生争执 彭先生也在会议中提议 建议社区设立大型的共用信箱 防止住户信件被偷 没想到会议之后 竟然有人匿名对彭先生发出了一份充满敌意 种族歧视的简讯 大骂他是白痴 很笨 不会说英文 为什么还要抢着当社区管理委员会理事 还说大家开会的时候 因为彭先生的存在 让其他理事感到很痛苦 指责彭先生难道不知道自己英文很差 在大家面前说英文很难堪 还打下了Chin Chong等对华裔充满歧视的用词 嘲笑彭先生 最后还要他滚回自己的国家 彭先生收到简讯之后 立刻向管理委员会举报 也向警方报案 但是经过调查发现 这个发出仇恨歧视简讯的号码 是一个网络号码 不是社区内任何一个住户的电话号码 管理委员会表示 无法查出是哪一个住户发的简讯 彭先生说 社区里大部分是中国人 没想到还是会发生歧视事件 这个简讯也让他联想到 之前他的家门口曾经被人贴纸条 垃圾桶也曾经遭人破坏 他怀疑可能都和种族歧视有关 新闻记忆来关心 加州政府钱太多 多到不知道该怎么用 加州这个会计年度的超收税款 高达457亿美元 有共和党州参议员提议 还财渔民每个人退税1125美元 一家四口就有4500美元退税 加州经济看好 超额税收将会越来越多 今年5月 Newson将会决定如何处理 这笔上百亿美元的税收 他极有可能会退税 给加州居民 接到欢喜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